60岁贺一航惊传停止呼吸被电击。历经欠债,碰独坐牢好不容易浪子回头如今变成这样。 资深艺人贺一航当年以妈妈请你补通痛意去红遍全台。 早期他更与秀场天王诸葛亮搭档主持,以歌厅秀迅速窜红。 赫一航年轻时曾有过一段荒唐岁月,他曾因为杜债,遭殴打,风波闹上社会榜面。 风光又有钱赫一航后来开始沉迷堵捉,他可以连打三天三夜的麻将,一次输掉上百万。 2000年开始,风光已时的贺一航手上节目一个记住一个听。 击欠堵债的他躲起来八个月,甚至开始吸毒,照记。 55岁这年,赫里航终于懂得浪子回头的真谛。 从看见到筹前,当时的女友Juby一路相守。 出狱后,赫一航步入婚姻,也渐渐振作。 如今60岁的他仍活跃于荧光幕前,主持功力深厚的他一出现,依然深受观众喜爱。 没想到赫里航后来却被诊断出大肠癌第三期。 当时他还不忘幽默问医生,阿是一共分几期。 所幸后来经过八个小时手术和口服化疗,病情稳定控制住。 至今已经是他离来的第五年,控制状况良好。 没想到60岁的他身体后来又出了状况。 当时他开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全身冒汗,胃孔。 他赶紧开下交流到到药房买药,后来却突然休克。 还没到医院我就休克,失去意识,知道被电击我才醒过来。 经过救护车上的电击,贺一航从鬼门关被救回来,历经心肌梗塞被救回一命。 他醒来第一件事却是交代老婆Judy记得买班,让家人又好气又好笑。 图中时电子报,历经赌博,吸毒坐牢和大肠癌,心肌梗塞。 如今60岁的贺一航历经人生低潮,浪子回头的他表现更亮眼。 宝刀未老的他在出现在荧光幕前,依旧笑导一片观众。 图自由时报。 贺一航近年跨足戏剧领域,他第一次正式参加戏剧演出就用躲金钟戏剧节目男配绝奖。 这几年他一步步从人生谷底爬上来。 贺一航感动一路支持他的老婆和所有肯在接受他的朋友。 他感慨又激动地说,我做到了,我终于,真的,走回来了。 最后,一起来回味贺里航的成名曲《妈妈请你补通通吧》。 参考来源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